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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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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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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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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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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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镜需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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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队 很多时候 欢迎收看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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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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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订队 欢迎收看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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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部分 特别是 欢迎订队 但但总是 大家都看过 但是其中 不会为了 很多的团队 机械子 活着 团队 所以 人生当中 一人沿逢 否则过了 得救的人 就是为了 所以 那个时候 追求成圣 我们必须要对 是因为神 要被更新的 同样 在短暗的 是永远的 我们要看见 世界的真相 讲到说 都躲避的 挺身 来面对 正得救的人 这些 是等候 我们 我们欢迎 所以在 所以 我们不是一出生 这是第二个 我们还要在 而基督 被叫做 一遥远 也有 对对对 我们的负荷了 我们的心已经不习惯于安静了 我们宁可把大把的时间 都耗费在那些无聊的争辩上 和无聊的泡网上面 也不愿意花一分钟 在主面前安静默想 而如果你没有默想来沉淀 我们所听的道 就难以融入我们的生命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 年年读经 年年听道 但是生命就是不见成长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心中 存留不下主的道 为什么没有存留 是因为我们不消化 所以很多时候 对在讲台的传道人的一个悲哀 就是我们讲的东西 讲一大堆 结果弟兄姐妹没记住 我觉得我在上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写日记 写日记 然后你每个一段时间要上交 那我就很不喜欢写日记 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 我就想说 难道每个人的每篇日记 老师都会看吗 于是我大胆地做了一个实验 我把我之前写过的日记 又再交上去了 结果发现 老师照样给我批了一个忧 所以我就肯定 老师根本没有看我的日记 所以我今天我就敢讲 如果我把我曾经讲过的道 拿出来再讲一篇 再讲一次 很多弟兄姐妹 你都不会察觉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记在心里面 所以这是很可惜的 弟兄姐妹 我们每天领受很多上帝的话语 你在群当中 有弟兄姐妹的分享 对不对 有很多的讲道 很多的文章 很多的信息 但是这个东西都是我们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没有存留在我们的心里 这是很可惜的 我们平时不注意知识的积累 等到用到的时候就方很少 等到 为什么我们对这些异端 没有抵抗能力 就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话语 并不扎实 我们弟兄姐妹平时不读经的 什么时候开始读经了 遇到困难了 软弱了 开始读经了 对不对 我那天跟弟兄姐妹团讲分享 我把它称为叫做 鼠灵的暴饮暴食 什么叫鼠灵暴饮暴食 平时不好吃饭 对不对 等到这个生病了 饿了 开始 一顿吃 结果不消化 把自己撑够呛 胃可能还吃坏了 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这样 平时也不读经 就需要了疯狂的读经 疯狂的听各种各样的道 但最后可能结果是适得其反 所以我们要学会思想 默想上帝的话语 把它消化 我今天讲的道 大家能记住一句 就感谢主 你就得了这一句 就行了 那第三个是行道 也就是听了道 你还要去遵行 主的道是否在一个人生命当中 不是看他能不能讲出来 而是看他能不能行出来 一个能说不能行的 不过就是当代的文士而已 所以耶稣说 什么样的人是聪明的人 听我的道又去行的 这样才是聪明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在乎说 你对圣经有多了解 多熟悉 你能把圣经倒背如流 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在于你能不能行出来 如果你今天神给了你感动 给了你一句话语 你领受了 你就把这句话行出来 你行了一句 你就得了一句 只有你把这句话行出来 这个才变成你的生命 这个道才真正地 烙在你的心中 如果你只听道 不行道 这个道永远不会成为 你的生命 所以耶稣说 不是听我这道 就明白的是聪明人 而是听我这道 就去行的 才是聪明人 所以我们要在真道当中 去等候我们的主 所以这是彼得在 彼得后书第三章 对于我们这些 身处末世的基督徒 三个很重要的提醒 让我们要务必拥有 三样新事物 哪三样新的事物 就是要有新的态度 新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要防备 防备假教师 防备肉体的生活形态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视角 要看见 看见什么 要看见时间的意义 也要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 还告诉我们 要有一个新的期待 就是要等候 怎么样的等候 在敬前当中去等候神 在真道当中去等候神 所以盼望这三个新的事物 新态度 新视角 新期待 也是我们在2022年 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弟兄姐妹 真正所能拥有的改变 明天尔子 我会知道 我会知道 你最后看见 我会知道 因为我会知道 然后我们在这样 还是有营运的改变 我会知道 明天尔子 你什么事 我会知道 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